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Volcano Deep Dive 今天由我给大家介绍Volcano的核心原理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徐中虎 GitHub ID是HZ,徐中虎 我目前是Volcano的Maintainer LeadVolcano的社区开发 还是Eastio的社区的Maintainer 以及Kubernetes的核心贡献者 我是云源深福网格Eastio的作者之一 目前在华为云做开源社区贡献 本次我为大家带来的内容主要包含Volcano的架构 Volcano的作业管理以及Volcano的调度 最后为大家介绍Volcano的Roadmap 首先来看一下Volcano的技术架构 Volcano主要包含三个主要的组件 第一个是Volcano的AdmissionController 第二个是Volcano的ControllerManager 也就是说Volcano的控制器 第三个是VolcanoSkyDuel 另外一部分是小的CIR工具 首先我们看一下Volcano的Admission AdmissionController的作用其实是利用了K8S Webhook的Admission的原理 对资源的创建 资源的更新等等进行资源对象的教验 或者是资源对象的Mutate 也就是说默认值的设置 Volcano控制器的原理其实是类似于K8S的Operator 它是对Volcano的作业进行周期性的Reconsole 主要是包含作业的控制器 Podgroup的控制器 Kill的控制器 分别去Reconsole Volcano的作业 Volcano的Podgroup Volcano的Kill等等 第三个主要的组件是Volcano调度器 Volcano的调度器是提供了高级调度能力 比如说FiShare、GongSkylure等等 它其实是与K8S DefaultSkylure并行的 可以取代K8S DefaultSkylure 主要是用于AI大数据的调度 我们看一下 其实Volcano主要是运行在Communers上 利用了自定义的CRD对象 包含Volcano的Job Volcano的Kill Volcano的Podgroup 来完成批量计算的 接下来看一下Volcano的工作流 我们想一下如何运行一个Volcano的Job 首先用户会通过Kubectl 或是直接调用K8S的API Server 创建一个Volcano的Job 第二步是Volcano的Admission Controller 会拦截到VolcanoJob的创建 并且对它进行校验 或者是默认值的设置 这个是由Mutate和Validate 外部后来完成的 第三步是Kubectl API Server 会接受Pod的创建 并且将它存储到HCD中 第四步是VolcanoController Manager VolcanoController Manager 会握持到VolcanoJob的创建 并且创建相应的Pod 以及维护VolcanoJob的状态 第五步是VolcanoSkyRail Volcano的调度器 会握持到Pod的创建 然后并选择一个合适的Node 对它进行绑定 然后中间会利用各种各样的调度的功能 比如说轻和线 优先级 或者说公平调度 GunSkyRail等等 第六步Kubectl API 会握持到Pod的创建 也就是说Pod绑定到它之上 然后这个时候由它来完成Pod的RUN 以及Pod的健康状态管理 比如说Pod里面的container 主进程挂掉了 它会进行重启 第七步由VolcanoControllerManager 监控所有的Pod的状态 并且去reconserve 也就是说保持我们期望的作业的状态 这里看一下Volcano的生态系统 Volcano的生态其实主要是 它依赖于KRX 作用于KRX之上 提供AEI大数据的批量作业能力 主要是可以支持MindsBall PiTouch TensorFlow PedalPedal CoopFlow 以及HorrorWord OpenMPI Spark等等 我们也可以看出 Volcano基本上支持了绝大多数的 AEI或者是大数据的计算框架 这些计算框架在本身在KRX上运行这些作业很难 这主要是由于 第一个是一对一的Operator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增加部署运行的麻烦 图达度 以及第二个是不同的作业的管理 以及并发的计算 每个计算框架是有不同的要求的 第三步是计算密集型的作业 资源的需求动态变化 所以说我们可能会需要高级的调度能力 KRX Deport Scale的能力 可能不足以不满足 AI批量计算 批量作业的这种调度能力 这就需要Volcano的调度器来完成 Volcano其实主要是提供了 第一个是统一的容器基础架构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这主要是由于Volcano的高级的调度能力来完成的 第二步是Volcano提供了通论的作业 以及KRX的管理 演化运行部署 第三个是高级的调度能力 高级调度算法主要包含 ByShare 公平调度 Skylun 林派克等等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到我们的Github 来更多的了解Volcano的详细功能 这里为大家讲一下Volcano的核心的概念 Volcano主要包含四个核心的基本对象 这些对象都是通过CRD来定义的 第一个是Q Q源于亚 主要是提供多租户的 隔离 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多户A和多户B 我们可以为它分配不同的资源 这样的话进行一个资源隔离的自由 第二个是Volcano的Job Volcano的Job 是为了提高AI批量计算 大数据等等作业的这些作业管理能力 因为我们知道K8S的原生的照布只能提供单炮的模板 这不足以满足AI大数据这种批量作业 所以我们自定义了Volcano的照布 同时Volcano的照布也是一个更通用的作业管理对象 相对于我们知道的TF operator或者说MPI operator 所以他们自定义了一种类型的照布 我们更加通用 第三个是Podgroup Volcano的Podgroup 其实跟Volcano的照布是一对一的关系 一个Podgroup可以包含多个照布的task 也就是说所有的隶属于一个job的所有的task 属于一个Podgroup 我们利用了Podgroup来提供GongSkylating的功能 第四个是Command Command主要是提供了在作业运行中 去动态的嵌入 动态的去阻碍 不加阻碍吧 是动态的去调整Volcano照布的生命周期 比如说我在我的照布执行过程中遇到一点错误 我可以通过我的Command去对它进行restart等等操作 好 接下来看一下Volcano的作业管理 Volcano作业管理主要是包含 其实是Volcano的主要功能之一 在Volcano照布出来之前 我们如果说需要管理各种各样的照布 比如说TensorFlow的照布 MPI的照布 或者PyTouch的照布 我们需要部署 PF的operator MPI的operator PyTouch的operator 这样的话我们极大的增加到 我们的运维部署的复杂度 以及我们的开发人员 需要掌握各种各样的照布的 需要掌握所有的照布的模板 然后才能定义各种各样的照布 那有了Volcano照布之后 我们提供了通用的照布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只需要部署Volcano 就避免部署各种各样的operator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开发人员 可以利用Volcano的统一的模板 不需要记忆这么多的 这么多各种各样类型的照布 右面这张图我们也可以看出 Volcano照布其实很简单 主要是在Volcano下面定义了Task Task里面可以定义我们自己的作业 每个每种作业类型 可以定义各种各样不同的reptics 然后Task的模板其实是完全沿用的 KeeperS Pod的失败 那我们看到右边这张图 其实是一个TensorFlow的PS Worker的定义 那我们肯定有个疑问 我们如何做到PS跟Worker之间的服务访问呢 那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Volcano的 作业的插件 Volcano提供了三个作业插件 第一个是Service 第二个是Envy 第三个是SSH 简单来说呢 Service主要是提供了Volcano 作业之间的互相访问的能力 第二个Envy主要是提供了VolcanoTask 也就是说Volcano任务之间的那个Index 每个Pod能知道自己的Index 第三个SSH主要是提供了Volcano SSH的密钥队 主要是提供MPI的 比如说为MPI提供一种SSH互相访问的能力 那我们详细看一下VolcanoService的Plugin ServicePlugin的工作原理是由Volcano ControlManager这边的ServicePlugin来提供的 它是会为Volcano 域名的绑定 也就是说我们的Service是创建在KPAS API Server的 然后ConfigMap也是由Koplat通过Doward API的形式 绑定到我们的容器中 然后容器的业务代码 去读到我们的文件系统中挂载进来的ConfigMap 来发现比如说PS发现Worker 这样 最下面我们看到我们的Mount的路径是ETCVolcano 这个目录下面 具体的VC-然后会一个Task的名字 以及加HOST的结尾 接下来看一下Volcano调度器的最核心的工作原理 这是Volcano调度器的基本架构 Volcano调度器是它通过KPAS API Server ListWatch到API Server中存储的Volcano的Job Volcano Podgroup 以及Volcano的Kill等等这种资源对象 然后保存在它本地的一个Catch中 Catch中会将KPAS API Server中的对象转化成Volcano Volcano需要的Job Information Polgroup Information Task等等这些对象 存在本地的Catch 然后Volcano的调度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它会周期性的进行P量调度 在每个调度周期开始 它会将本地Catch中的对象转换成自己本周期的Session Session中存储的是所有的Job和Node的信息 然后Session创建好了之后会进行 一步一步地进行各种Action的执行 比如说Volcano提供了 Volcano提供了Bredicate, Allocate, Enqueue, Reclaim, Backfill等Action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动态地插拔这些Action 然后每个Action的功能可能是主要的是 比如说Enqueue是判断Pod公司是否入对列 Allocate会为Allocate是主要的 比如说为Pod分配一个Node 每个Action中间其实是会加的 会去利用我们Volcano调度器的Plugin 这些Plugin主要包含DF, Priority, Downscaling 这些高级的调度能力 然后这些Plugin其实也是可以插把 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实际意自己的调度能力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Volcano调度器中 这个Task状态的转换 Task我们这里也跟Pod是通用的 然后当一个Pod刚刚创建之后 它其实是一个pending状态 然后如果说我们的当前的机群资源充足 能够找到合适的Node去调度它 这个时候它会进入Allocated的状态 然后如果说Allocated的状态完成之后 我们的调度器会对它进行binding binding完成之后它会进入一个bund的状态 bund的状态其实也就是绑定了Canded Node 然后CoopLite这边就会对它进行list to watch 然后再去run它 如果说当前机群资源状态不够 机群资源不够 那可能会进入一个pipeline 比如排队的状态 排队状态也就意味着当前资源是不足的 或者说是等待等待资源释放 可能我们当前机群中会有POD 属于deleting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会等待它 如果说在pipeline的状态的task 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它会重新回到pending状态 但是如果说机群这个时候释放了资源 那它会也会进入到LKT的状态 另外像其他的Field,Succeed,Unknown 这些状态都是由KVS原生提供的状态 像黄色矿态的binding,bund,releasing 这个是Vocano Scheduler提供的能力 好,我们接下来详细看一下Vocano Scheduler的高级调度能力 主要是包含Fireshare公平调度 第二个是Binpack Binpack是小作业会把它塞满到一个node上面 这跟KVS Default Scheduler的能力完全不一样 Gun Scheduler主要是提供程度调度能力 DRF主要是提供Dominate Resource的 公平的能力 Parameter,Reclaim主要是提供了强占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Fireshare Fireshare主要是一个公平能力 公平的调度的能力在KVS这边是没有的 比如说KVS这边它可能会这样 比如用户A和用户B 需要创建的作业数可能是不平衡的 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工作原理 是谁先来谁先调度 可能会导致谁需求的多谁调度的多 可能会带来的结果就是 用户B这边调度的作业会更多 这是我们不想要的 因为用户A用户B对一个集群来说可能会 他们俩是完全公平的 权重应该相同 那可能用户期望的结果是右边这种 用户A和用户B虽然各自创建的作业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希望自己调度的这边的作业数是相同 或者是跟他们所期望的权重是对应的 这就是保卡诺调度器的能力 第二个是BIMPAC加Task Topology 比如任务的TOP感知 在TensorFlow的Drop中我们可能希望 TensorFlow的PS跟Worker 能够部署调度到同一个节点 这样的话 PSWorker之间的通信 效率会大大提高 会为整个TAF的Drop训练节省很大的时间 那么保卡诺其实提供的这种BIMPAC加Task Topology的能力 相会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张结果 由Default Scheduler 跟Valcanal Scheduler对比的一个 实行结果可以看出Valcanal Scheduler 在这种条件下的 课施结果它的效率 会比原生的Default Scheduler强很多 这个可以看到Valcanal这边的RTL的ESU DefDominate Resource Special 就是主要资源的公平 什么是主要资源 主要资源就是说 占集群中的 就是资源占集群中的总资源的那个比例 最大的那个资源叫Dominate Resource 比如说下面这个例子 集群总的资源是9个CPU18个GB 然后POD1请求的是一个CPU4个GB 那它的Dominate Resource就是RAM 也就是Memory Memory是18分之4嘛 然后POD2的话请求的是3个CPU1个GB Dominate ResourceCPU 为什么是CPU呢 因为是9分之3大于18分之1 所以说我们期望的结果就是Def这边期望的结果是 优先比如说这两个POD同时进入到Valcanal 调度器 希望的结果是Valcanal调度器这边 优先去调度最小Dominate Share的POD 这里就是POD1 大家可以细细体会一下 再来看一下Valcanal社区 Valcanal社区 其实Valcanal项目是由2019年6月份 来派人的 2020年刚刚进入Sandbox 然后刚刚发布了1.0的Race 然后目前的社区的活跃状态是比较活跃的 目前有1000多个Star 200多个Ford Ford 以及100多个Contributor 3个Maintener 7个Revealer Revealer来自于不同的公司 包含华为IBM 腾讯 iPod等 14个Adopt 目前有三家落地生产环境 而又途中是一个Valcanal社区的基本趋势 好最后来看一下Valcanal roadmap Valcanal roadmap 主要是我们未来的科信规划 看到我们PU2中已经完成了Valcanal share Program的增强 Reclaim的增强 Dob的dependency 依赖关系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进行 开发支持ARM架构 分级的DIF 资源预留 资源预留是为大作业 防止大作业饿死 Reclaim Reclaim增强 也就是对立的Reclaim 分级的对立 执行时间预估 Plugin 每个对立不同的Plugin 等等 数据的管理 DataWire Schedule Remote Sava Service等等 高级功能 我们的网站是在Valcanal.sh Github是在这里 Twitter Slack等等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社区参与讨论 以及参与贡献 谢谢大家 感谢马达老师和徐中胡老师的精彩演讲 下面我们进入问答环节 如果您有问题的话 请在QA栏目当中提出您的问题 我们的嘉宾将会有选择性的予以回答 徐老师您看到QA栏目当中的问题了吗 看到了 我挑几个回答一下吧 第一个是Valcanal调度器和K8S默认调度器是同时存在的吗 如何保证两者的协调不干扰 能听见我的吗 可以的 徐老师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Valcanal的调度器跟K8S的调度器是同时存在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同时存在呢 是因为我们Valcanal自己的组件 包含这个ControllerManager AdmissionController 以及Valcanal自己的这个Schedule 也是以POD形式运行的 然后我们安装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默认调度器来帮我们调度这些自己的组件 在后期的话 如果说DefaultSchedule跟K8S的Schedule K8S的Schedule跟我们的Schedule是同时存可以存在的 但是最好用户不要同时去使用它们 如果说同时使用它们的话会有点问题 就是会对整个集群资源带来一定的冲突 然后这个话最终是由Kubelet在每个Node上面去做一个emit 他会去拦截最后一步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两个调度器同时存在的话 Kubelet那边会有可能会把我们的POD给拒掉 OK 许老师下一个问题 好的 第二个问题是Volcano的Throughout能力是怎么样的 这个的话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测试的 在内部 对我们的测试的话 因为场景构造的这个条件 没慢慢展示 现在只能这么说 就是说我们构造的场景下 我们的Volcano的这个推土能力是比 Kubelet的能力强很多 然后使用Volcano的时候怎么获得SLA的支持 因为这个嘛 这个现在就是这种上游开源的项目 其实并没有承诺SLA的这种说法 因为开源项目都是 大家都是有一定的那个 Benchmark 但是并不承诺我会给你这个保证 因为它是一个开源的东西 它并不会说像商业产品一样给你承诺 但是一般的社区都是比较透明开放的 所以说大家都能 我希望大家比较信任社区 相信社区 Volcano对多基训练时的SSH RDMA高性能存储是如何处理的 我先说一下我们在 Upstream这边 Volcano社区这边基本上是没有提供 没有提供像RDMA的这种 Devite Plugin的 我们的话还是要依赖用户自己去 去部署一个自己的Devite Plugin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Volcano这边的话 可能会像这种RDMA 或者是比如说你其他的硬件也好 你都得需要自己的Devite Plugin 自己去管理 像SSH的话 因为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协议 然后是一个软件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 Volcano这边的 作业的控制器 会对我们的Pod 进行注入SSH的密钥队 然后我们的作业之间 就是作业的任务之间 可以通过SSH这个密钥队去相互连接 相互访问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像RDMA硬件的这种能力的话 还是要依赖于Devite Plugin OK 这个应该结束了 然后的话 现在K8S模型调度器 是采用framework的方式扩展 与Volcano的发展是否会冲突 这样就是K8S的framework是为了扩展用的 但是因为它现在的这种调度方式 已经基本上是固化了 它不会说是大的一个改变 你只能在它的之上去增加你的算法 你的插件的形式这样去补它的不足吧 但是它可能会违背我们的 Batch作业的这种需求 我们可能是需要这种 就有时候我们Batch这种作业 很难通过这种插件的方式 来在默认调度器上去补充这能力 Volcano这边其实也是支持扩展的 我们Volcano这边我刚刚也提到了 里面的各种的调度器那边的Action 以及调度算法的Plugin 都是支持可插拔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在定义自己私有的Plugin 把它插到我们的Volcano的调度器上面去 然后我们的Volcano调度器其实是专为AI大数据HPC等作业去设计的 所以说从设计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去使用一下Volcano的调度器去在AI大数据HPC等场景 OK SSH是通过Service还是Port IP对顺序启动要求的如何处理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SSH无论是SSH还是说普通的TensorFlow的 PS跟Worker之间的服务访问都是通过Service的域名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作业启动的时候 我们只有Service的Name也就是Service的Domain 我们是可以提前知道的 然后提前知道的话就可以通过ConfigMap的形式挂载到我们的容器中 因为我们PortPod的IP是Cublet启动之前才会给它分配的 所以说我们在作业管理器以及调度的时候是不可能知道我们的PortIP的 所以还是刚刚是这个问题就是通过Service域名来访问 然后启动顺序的要求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启动顺序我们认为不是应该是由我们的作业自己去处理 这个也是有相应的方法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InitContainer里面 InitContainer里面去等待我们的这个Worker启动好了 然后我们这个Launcher或者是PS这边 再通过Service域名去访问到Worker 对如果说最简单暴力的方法也可以通过去retry 在我们的应用里面去retry 不断去retry获得对方的联通性去探测 为什么说要有这个要求呢 就是说只是比如说我想先启动Worker再启动PS 或者先启动Worker再启动FPS的Launcher 这个其实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Service的这个域名的解析啊 是一种是通过Coopers DNS 也就是现在就是靠DNS去解析的 然后这个靠DNS去Listowatch这个underpoint的时候 也是有时间延迟的 就我们单纯的启动顺序并不能保证这个 我们的后期的一定能访问 第一次访问的时候能够解析到这个域名 这个是不能保证的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我们要么是通过init container 要么是通过这个应用里面去retry的方式 去探测我的Worker 当前已经ready了 OK 时间还有吗 Vocano调度的性能如何 您可以再选择最后一个问题予以回答 好的好的 Vocano调度的性能如何 调度框架是否更好 Vocano调度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性能的话 我们之前是有做过Vocano调度的 在我们构造的场景下 是比cubus Skydural要好的 因为我们是在 我们是 实际原点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一个p量的调度方式 就在一个调度周期内会同时处理很多个炮的 那这样的话会在集群的那些资源 他就会只计算一遍 像K84如果是一个一个的去调度的话 他其实在每一个调度的时候都会去计算一遍这个当前的资源的状态 然后Skydural框架是否更好 这个问题没有绝对吧 就是我们的框架 我刚才说了 我们是intended for AI 大数据以及HPC等领域 就是我们这个定位的领域是不一样的 像CooperSkydural 它定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负载 可能就是那种 Long Ranging的那种炮的可能不涉及到作业依赖性那种 好的 感谢各位的精彩互动 也感谢徐老师的精彩演讲